我们这个剧组应该算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团队 一共有来自除了中国之外的20个国家的主创演员和工作人员 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团队 然后大家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 但是都在为讲述一个中国的神话故事而努力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首先我们在创作的时候 当然从文本的层面 就希望这个故事既保持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 同时又是不同文化的人都能够看得懂 比如来自于亲情 来自于家庭的这些体验 我觉得是不同文化的创作者都能够领会的 尽管我们是有中国的外籍的工作人员在一起 但其实我们内部还有一个就是相当于封神自己的工作语言 就是我们一切的沟通是以可视化的标准来作为大家的衔接 分镜到预览到测试到所有的排练的那些影像的留存 所有部门其实都围绕这种可视化的 它就是可以建立标准 而它不是通过语言的不同语言的翻译造成的误解误差 这就很好的统一我们所有的最终的工作成果 你们是有一个非常高效的管理模式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们其实还是用一个比较怎么说 专业化严格的流程来把所有的制作内容都拆分成一个一个的小的单元 建立一个标准就是这个设置组的标准 在单位的时间在这个具体的单位的人 他能完成一个什么单元的工作量 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然后以此来衡量我们每日应该去做的事情和要达到的一个结果 然后事先我们也会经过一次一次不同针对性的彩排 有针对戏剧的 有针对动作的 有针对安全性的 有针对视效层面的 就所有的彩排一层一层的彩排完之后 到其实到拍摄现场我们才能更好更高效率的去完成当天的这个视频 来说这些文化限制 Helena 一场完之后 一场下演到我们才能连接下一个最后的 的人重新出品 在连接下一个交通数量 那我们才能够取得到我 一场上演到这场 我们才能够取得到我们的